每一個人都應該站在自己的崗位上 好好的努力打拚 因為我們都是人民選出來的 總統蔡英文出綁加勒比海友邦 繼續民主自由永續之旅 17號抵達聖文森 在機場接受歡迎儀式 下午不但在聖文森國會發表演說 還跟今年在WHA力挺台灣的 聖國衛生部長布朗湘建歡 我相信很多的台灣人都對她印象深刻 尤其是在國際的舞台上替台灣發聲 我們都非常感謝她 在拼外交之餘 蔡總統也關心國內 除了掌握台風丹娜斯動態 對於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 評評她能力不足 我做得好不好 自有人名跟民意來評斷 但是我現在在做總統 拼外交也是我的重要的工作 那我現在很專心的做總統的事情 那我相信每一個人都一樣 現在有工作的人就應該在自己的崗位上好好的努力 韓國瑜身為高雄市長代職參選 遭批示落跑市長 但藍營也有人質疑蔡英文代職參選 當然是不一樣的 國民黨人如果有這樣的想法的話 那他們以前連任的總統怎麼說呢 蔡總統行程緊湊 結束聖文森的行程後 接著將前往聖盧西亞 預計停留兩晚後 19號回程再度過進美國停留兩晚 22號反抵台灣 追蹤星台報導 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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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號